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会讲一下你们最近的一些生活状态 然后再重点是要讲生活会有哪些变化 或者说是这些变化能够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指导你们来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人生课题 好 我们面前还是三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这个是从左到右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二组 三组 大家可以凭这个直觉做选择 好 我们来从第一组开始来看 嘿 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牌 6 of earth 抽到了一张这个石头中的这个水源 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呢 Ace of water 第三张牌 Goddess of water 5 of water 这个是圣杯一和圣杯皇后的感觉 感觉 感觉这组的朋友啊 你们有些朋友呢是现在正在犹豫 要不要去 taking a risk 要不要去冒着风险做一件事情 那有件事情呢 你们最近是得到了一个机会 你们可以去完成你们的梦想 或者说做你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你们去冒着一定的风险 就好像是你们是这种沙漠里面的旅行者 但是突然呢 你看到前面有一杯水 那这杯水你知道它可能是真的水 或者说它有可能是毒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 你是去喝它还是不喝 如果是你喝它了的话 有可能它是毒药 你可能会死 但是你也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重生的机会 因为你可能已经快要渴死了 那如果是你不喝它的话 其实呢你也可以说是在坚持一段时间 但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长久之际 你最终还是会渴死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个抉择 然后你正在犹豫 你是不是要去冒着这个风险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或者说这是一个对你来说非常好的机会 只是说你觉得要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让自己原来的生活 起一些波澜 或者说是可能会甚至会毁掉你之前的这种平静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 因为是大众占卜 我觉得这一组大部分朋友 或者说大部分同学的这个能量 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因为你们都是在做你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们是在寻找各种机会来实现你们的梦想 来做你们真正热爱的事情 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走在了这个实现梦想道路 或者说走在了这个冒着风险正在往前走的这个旅程当中 因为首先这个你们正在做或者说是想做的这个事情 一个是很符合你们感情的需求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能够让你们的这个精神还有心灵 都是得到一个更大的升华的 而且你们是很乐意去付出的一群人 你们很多朋友呢就是在一个不断付出的一个道路上 而且是非常的有才华 有两张都是非常水向的牌 一张是水衣一张是水皇后 所以这两张牌都给我的感觉是你们感情是非常丰富 而且很丰富很睿智 知道什么时候该付出 也等得这个收放自如 所以说在这个冒着风险的这方面 我觉得你们是感觉到自己是可以去控制即将发生的这些事情 或者说是你们决定去跟随你们的内心去 跟随随心去做这件事情 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或者是遇见什么样的困难 你们都认为自己会有这个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你们其实 你们不会害怕前路是什么样 你们不会害怕前面等着你们的是什么 而是跟随你们的内心在勇敢的往前走 感觉很不错哦 感觉很不错哦 这一桌 好我们看一下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先看一下这幅牌卡 你最近会显化一些什么能量呢 嗯 魔法石 powerful manifestation of wishes and goals 你们会显化这个魔法的能量 再来抽这张牌 past,past,present,and,future 什么事情是跟过去和未来还有现在有关的 还有transformation 会有一个转变或者说会有一个过渡期 我先把牌抽出来 一会儿我再逐一解答 you can be your own knight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骑士 是的 你们组就是这样 你们不会想要去依靠别人 don't be afraid to sing don't be afraid to sing 不要害怕去勇敢的歌唱 好 3 of action healer of abundance 好你们最近的这个转变呢 是你们如果是有什么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和愿望的话 那它正在慢慢的实现当中 宇宙其实已经检索到了你的这个努力 检索到了你的愿望 所以它会帮助你来显化你的这个梦想 显化你的这个愿望 因为这个显化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有这个魔法石的这个能量 可以记住一下这个符号 如果说你们想要继续加速去显化你们的这个梦想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去把这个符号 画在你们的这个书桌 周围啊 就是经常去画在周围的这个手边的纸上 而且呢你们周围之前呢是有一些人 经常会觉得你们不行 就总有人会跳出来说 哎我觉得你走这条路不对 或者说是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 你应该照我的来做 他们会给你贴一些就是负面的标签 或者是用言行来影响你们 但是你们最近呢会让他们有种就是大跌眼镜的感觉 会觉得哎我之前一直觉得他不行 但是发现原来他这么棒 原来他这么厉害 有这种感觉 你们有这种就是突破突破别人的限制 终于不再等待别人来肯定你们自己 而是去勇于去做想做的事情 勇于去突破这些限制去做你们自己 对于之前呢过去别人给你们贴的一些负面性的标签 或者是一些负面的话语呢 你们都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把它们都破除掉 而且你们会迎来一个就是毛毛虫一样的转变 你们是身处在一个大转变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小范围的 是根据你们自身有关的 但是这个一点一滴的积累即将会迎来一个比较 对你们来说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而且我能看到一个就是新的机会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可能是新的机会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对象 那我刚才说你们在冒着风险在做一件事情 那也可能是你在冒着一个风险去选择一个人 或者说是冒着风险去选择了一段关系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能够看到的是你们即将迎来一些收获 那是对你们之前付出的肯定 因为这个收获是比较正向的 它给你们带来的是能够让你们正向去思考 你们之前所付出的这一些 是不是究竟是值得的 那你们是不是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下去 还是说是换一个方向再发展 那这个都是可以给你们未来有时间去思考 有时间去想的 你们之前可能会觉得说 别人会不在意你们的想法 不在意你们的这个意见 所以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保持沉默 或者说是比较随大流的状态 但是你们渐渐会学会为自己发声 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事情 或者说是对自己不相信 不认定的一些想法 你们会勇于去表达自我 去说出自己的声音 而让大家能够就是越来越看到你们 而且你们也不会在 就是被动的等待别人来拯救你们 或者说是别人来帮助你们 对你们伸出援手 因为你们自己就已经有这个能力 来破除所有的障碍 所以说你们这个自信心 是在逐步建立起来的 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呢 对你这个选择的道路 有一些不太确定 但是即将到来的一些比较好的收获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能量显化 能够帮助你们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建立自己的这个正向的一个影像 而且能够帮你们破除掉之前的一些负面的影像 就是之前别人给你们的一些负面的标签啊什么 你们就会把它转化成正向的 让人们看到你的这个实力 好看一下有什么事件呢 发生 你将会收到一个礼物 这一张 Handshake A meeting with a stranger could be important 你们跟一个陌生人的见面 可以是一个可能会非常重要 对你们有这个很重要的印象 所以说这个你们要 嗯 与陌生人见面的时候争取 给对方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或者说是比较好的印象 因为呢 这个可能会在将来影响到你们的生活 嗯 其实我这里感觉到有些朋友会 嗯 遇见他们命中注定的一个这种伙伴 或者说是一个这种合作对象 感情方面的话 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这是一个你们之前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 哇 这个就是已经确保的一个成功 所以说你们 嗯 不要犹豫 或者说是不需要太过担心 或者是焦虑 因为你们走在这条 就是其实已经是可以确保你们成功的道路上 而且你们是有能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marriage 有些朋友是不是 结婚啊 你们的这个taking risk 你们这个走的风险的道路 不过现在确实结婚是一个 比较有风险的事情 因为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具体 相爱的这个人结婚以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礼物会是一个什么礼物呢 Queen of Pentacles 有人会给你们钱 你们这个礼物呢 可能是 你们发工资了 或者说是 对你们之前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肯定 对你们之前投资的一个肯定 然后呢 就是这个 a meeting with a stranger 这个呢 是一个人 这个会是一个 你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的一个对象 如果说是你们寻求一个合作的对象的话 那这个对象可能是符合你们心意的 如果是你们在找一个结婚婚姻的对象的话 那这个人也是会符合你们心愿 那这个人也是会符合你们心愿 是一个心愿当中的对象 这两张都是新星牌 来看一下这个 确保的成功 是在哪什么方面的成功呢 Night of Source 如果你们是想要付出一些想法 或者说是有什么想法正在实践当中 那这个是会确保你们能够做成的 还有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们在等待什么消息的话 会有得到这个 是一个很正向反馈的消息 再看一下这个marriage 其实marriage就已经很明确了 好 Temperance 这个 这个marriage也可以是一个合作关系的确立 可以是你的真的是跟人结婚了 可以是跟你的另外一个对象 你找到了一个合作的对象 合伙人这样子 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会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状态 平衡交流的状态 你来我往 而且你们之间呢 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交流 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 也可以是这种通过网络去沟通 如果说你们这个不是一个婚姻关系的话 你跟这个对象之间会有 可能会是达成一种 这种在网络上面合作 就是网络上面 大家一起共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啊 嗯 好这个大概就是最近的一些转变 还是十分不错的 好希望今天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好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 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牌卡 5 of fire 9 of water message of water 好这三张牌哦 首先说这一张吧 9 of water 感觉你们是在一个局当中 但是你们在这个局当中呢 所有人可能都在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 嗯 大家都想要赢 或者大家都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或者说是 大家都是有同样的这个目标来奋斗的 但是一时半会呢 还没有人能出的去这个局 大家还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似乎看不到一个终点 但是好像每天都很忙碌 可是你又不知道这个头在哪里 又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可能会有种十二好十二坏 十二让你非常开心 十二又让你非常痛苦非常纠结 那有可能是你现在的一个感情 或者是人际关系这种感觉 它让你十二痛苦 那十二又非常的开心 忽冷忽热 然后情绪忽上忽下 在工作当中呢 有些朋友是觉得说 虽然说这个工作给你一定的这个成就感 安全感 或者说是给你一定的这个金钱 可是你的人际关系方面 可能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复杂 让你很心累 或者说是为了这个工作 你需要不断的去熬夜加班 然后你不一定受得了 所以说有很多这种双面性的感觉 就是一会好一会坏 那你在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呢 你知道大家跟你都是一样的 全都是在共同挣扎着 或者说是共同等待着 但是这种等待着某一个机会 某一个契机去做一个改变 或者说是等待这个机会去做某个决定 比如说是结束这段关系 或者说是继续往前走 或者跳槽 或者说是留在这个公司 有这种就是比较纠结的感觉 但是好像又一时没有什么行动 而是说是现在这个状况呢 暂时还算是比较平稳 所以说没有一直没有找到这个 机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突发性的决定 就还是在等待 还是在这种彷徨的这种能量当中 我们看一下你们即将发生的转变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显化牌 你最近有什么样的能量能被你的显化出来呢 好这张 太阳牌 太阳的能量给你们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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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最近应该是会非常开心 能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来看一下这张太阳牌在说什么样的 每一方面的太阳的能量 给你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信心 还有这种好运的感觉 啊死神牌 你们的生活要有一个转变了 像我刚才之前一直说 你们可能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契机去做出一个转变 你们最近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是会让你们很开心的 能够让你们觉得是这种 命运 就是命运的转变 刚好在这个时候 你们就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看一下 这张牌还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Duality 好再来个这张 Dewine Timing 你看有这张神圣的时间 就是感觉好像你觉得是在这个时间段 就是好像命中注定的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转变 有这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你觉得受到了命运的感召 其实两张牌都是给你说 这张牌呢是双重性 像我刚才说的你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局面呢是又好又坏 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 而且你也会越来越的意识到这个两面性 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这个转变呢是会让你能够更清晰的思考出 你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你的处境 还有这个将来的道路 嗯 能够让你去选择一个更加清晰的方向吧 嗯 因为这个太阳牌奠定了整体的基调 这是一个 golden energy 是一个非常黄金的能量 我们再看一下这部牌 a new beginning 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们抽到的这张死神牌哦 死神牌就是一个转变 嗯 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契机 you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wonderful journey there is no need to have any fear as guiding angels walk beside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you have unique gifts to offer the word if you will just free yourself from that which holds you back new opportunities will present themselves if you truly believe 嗯 这个 这个真实的一个新的机会和一个新的开始 会自动的到来 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去努力的去求索 或者说是去怎么样 它会自然而然的来到你的生活当中 让你会觉得说 命运这种感觉 你会感叹一下命运 下来一张 guiding of emotion this situation requires emotional maturity and total trust you are surrounded by those who have only the best of intentions so you can rely on the advice you are given challenges will be resolved this card also indicates a generous human need to real and refined person whom you can completely depend on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这种非常富有感情 很有能量的这个人来给你一个机会 感觉到这样的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很富有同情心 很有善的人 可能他会乐意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或者是给有一个契机给你 这个人带给你了一个契机 让你去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会带来将来一系列的这个转变 嗯 刚才这个现状的这个牌里面 其实有一张message of water 就是你们在寻求一个人或者说是感情上的话 我感觉即将你们会寻求到这样的一个对象 嗯 好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幅牌 stand up for yourself 为你自己站起来 再来一张 be your own first priority 这两张是说你们会勇敢的为自己发声 如果别人欺负到你们头上的话 你们是绝对不会忍让的 这一次呢你们会勇敢的站出来 嗯 首先考虑你们自己 那之前呢你们可能会 比如说可能要考虑一下家庭呀 或者考虑一下工作呀 或者说是考虑一些其他方面 嗯把自己会放在一些所谓的正式后面 那你们马上呢 或者说现在已经开始呢慢慢的越来越考虑自己 越来越爱自己 越来越去 嗯其实跟低组能量也很像 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勇敢的去为自己考虑 就并不是什么 为自己考虑不是坏事 不是说是你一定要为大家去付出 大家去奋献 让大家去认可你 这个没有什么错 当然是每个人都要首先为自己考虑 你要把自己都顾好了以后 你才能去顾其他的人啊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抽一下这个茶叶牌 看看有什么事件会发生呢 哦 carefree time 你们会觉得会比较有一点轻松 或者说是有一些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嗯 你们会逐渐觉得说这个心情上会有一点舒畅 keep your life in balance 嗯 让你们这个生活比较平衡 越来越平衡 感觉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些太过辛苦 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 有些付出太多 那这个牌呢是在感觉是在说 你们会越来越的就是更加的关心你们自己 首先考虑你们自己的需要 来创造一个生活上的平衡 而不是以其他人为先 来看一下 a two faced friend 你们可能会发现你们的这个 有个朋友有两张面孔 temptation will test you 会 你们会经受一些什么样的诱惑呢 先看一下这一张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时光 看一下这个时光是跟什么有关的 oh the fall 刚才我们抽到这张牌了啊 a new beginning 就是你们的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 你们会大胆的走向一个新的旅程 或者说是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是你们之前不敢尝试 或者说是你们之前 由于把别人放在了你们的需求之前 所以你们一直没有去选择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你们会大胆的往前走 那他给你们带来的呢 会让你们觉得一下放松了身心 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没有那么多的斗争 然后身心一下舒缓了 很利于你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啊 嗯 还有再看一下这一张 keep your life in balance 让你们的这个生活保持平衡的状态 king of cups 这可以说是你们遇到了一个这个king of cups的一个人 我不得不再跳出来说一下 这两张是一样的 是他们是其实是一张牌 就是你们可能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感情丰富 或者说是一个在感情上跟你有良好沟通的一个对象 那能够使你的这个生活呢 变得非常平衡起来 他给了你一些建议 或者说是你们之间的相处 能够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平衡了 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 或者说是在感情和一些其他的事情当中赢得了一个平衡 他不一定是一个感情的对象 他也可以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合作伙伴呀 或者说是甚至是同学同事都有可能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在感情方面非常的 愿意去付出非常的有经验 能够提供给你很多的意见 去指导你而且会很关心你的一个人 他会很乐于去帮助你 所以你会迎来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非常的平衡 好再看一下这个two faced friend 有一个两个面孔的朋友 two of caps 如果说是 嗯你最近在跟人约会的话 或者说最近在跟什么人谈这个合约合同 那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有两面 两副面孔 嗯 但是这两副面孔不一定是好是坏 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双面性一样的 什么事情 就这个人呢 他是人都是复杂的 他不一定是一个非常积极阳光的人 但他同时也可以是一个有这个一定阴暗面的一个人 他是有这个两面性的 那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处理一下跟这个 啊有两副面孔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或者说你会选择就是继续跟这个人 处下去或者说是你就跟他say goodbye 跟他说再见了 嗯因为他这个两副面孔嘛 或者说是给你一些这个好的感受 同时又带给你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所以你可能会去选择一下 你是不是要有一条新的路 new beginning 这样子 好最后这张apple temptation will test you 嗯有什么诱惑呢 什么诱惑在测试你 Ten of Pentacles 这个诱惑呢可以是一个 嗯会让你的这个家庭非常的和谐 或者说能让你赚到一笔钱 或者说是嗯能让你就是在金钱方面 赢得一定的成功 或者说是在这个家庭相处方面 变得更加融洽的一个机会 他可能在测试你 嗯所以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事情呢 这个诱惑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这个家庭和谐 或者说他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Ten of Pentacles 有的时候是在集体当中 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赚钱 然后同时又很和谐和平的一个能量 所以说这个诱惑呢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这个工作 或者说伤害到你的这个家庭 有这种感觉 所以是可以注意一下 好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能够让你去有一些突破 嗯突破你的这个你最近正在挣扎的事情 或者说是你一直有点看不清的一个状态 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好又很坏 或者现在这个工这个工作又好又坏 所以你可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决定 那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无论是往前走还是说是 break up 都是有可能的 好吧 好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好 看一下你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6 of air 8 of water and 5 of water 嗯 你们是想要改变 或者说是正在这个寻求如何去改变 或者说正在改变的道路上 或者说是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已经走在这个新的方向上了 我看到你们有就是离开了一个环境 正在往一个新的环境迁徙 或者说正在一个新的领域 全新的领域去探索 的感觉 嗯 但是让你们就是有些纠结的是 就是说这个舒适圈的问题 有些朋友停留在这个 舒适圈其实是比较久的 让你会有这种 很有安全感的同时 但是你会有这种危机感 因为你知道这个 很多事情都是在时刻改变的 你的这个暂时的安全感 并不能够提供给你这个永久的庇护 所以说你可能是正在去寻求一段新的关系 或者说去正在找一个新的工作 而让你就是脱离出你之前的这个环境 所以说你之前这个环境其实也还好 并不是说是会有这种毁灭性的这个危机 但只是说你可能如果是换一个环境的话 会对将来有更好的发展 嗯 而且之前这个环境呢可能渐渐的就是有这种在 凋零在凋谢的感觉 没有办法能够给你这个永久的保护 嗯 所以你是在往外走往外发展 有些朋友来说是离开了家就是出去 开始闯荡 嗯 离开了这个爸爸妈妈的保护 或者说离开了这个学校的保护 开始就是走入社会 在找工作 嗯 或者说是 嗯 转专业 我看到有学生是在转专业 嗯 觉得之前的这个专业呢可能会 不太适合自己的需求了 或者说不太好找工作了 所以在转专业 感情当中的有些朋友呢 也是啊 感觉是正在离开一个不适合自己的感情 不再适合自己的感情 去勇敢的去做一个改变 我还是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方向 但是我看到你们很勇敢的在远离 很勇敢的在离开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先看这个显化卡 看你们最近会显化一些什么能量 好 哦 这个是这个 Abracadabra with wings fantastic good fortune and lucky chance 哇 这个很好哎 你们有这个绝无仅有的这个好运 还有一些好的转变 嗯 其实今天这三组都非常好 都是有这种非常好的转变 我们看一下这个转变 能会是什么方向的一个转变 这个是真是绝无仅有的好运啊 是你看还有两个翅膀 就是一个天大的好运的感觉 感觉是突然降临了一个什么事情 three of pentacles 感觉你们突然间有了一个这个继续学习的机会 或者说是一个跟人合作的机会 如果你在寻求跟人合作 或者是找工作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牌 感觉你马上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跟大家一起就是进入到一个团体当中 嗯 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在求学的话 你会被一个就是心仪的一个学校录取 嗯 有这种继续求学 然后继续深造的这样的一个好运气 和进入团体的一个团体工作 感情方面呢 我觉得应该比较 嗯 不是感情方面 主要是这种事业和学业方面的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好运 看一下还有什么 会迎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性能 性能 好 再来一张 abundance 又来了 你们绝对会有一个事业或者学业方面的很好的转变 你看 这个是金币三 这个其实也是有三个金币 所以又加强了这个效果 你们又有一个加强的buff 看一下这个探索两性关系的这张牌 看一下 给它定义一下 Temperance 嗯 如果你正在处于这个感情关系 两性关系当中呢 那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感觉到你们其实这个阴和阳的这个能量 是不是非常的平衡的 嗯 这个其实是有在讨论就是说你们的sexual life 嗯 在这方面呢 可能你们的沟通和交流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有什么话的话 其实要用余去表达出来 或者说是你们互相之间要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 来做一个这个方面的沟通 因为能看到这个方面你们是有点卡卡的 就是比较不顺畅 但这个不顺畅主要是由于你们这个 就是沟通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你有哪方面的需求 或者说是好或者不好 你们要及时跟对方反馈 这样的话就是会帮助进步 好吧 还有这张牌呢 我觉得都不用再抽了abundance 就是你们在这个事业或者学业上 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会有一个好运 突然会觉得有一个 天大的好运砸中你们了 这种感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牌 即将什么转变 Celebration 你看我刚才有在说 this is a wonderful time in your life difficulties fall away and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eternal is a start you can wish upon the timing is right to make long term plans for a joyful future have faith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turn out beautifully 哇 会有值得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 发生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你们之前的那些就是很困难的境地 或者说是一些 difficulties 你们之前的那些苦难或者磨难要结束了 你们马上就要开始 就是迎来了这个新的光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就好像你们这个隧道终于要走到头了 你们要看见光了 可以看见这个隧道远处的光 能看见这个出口 review and contemplation you have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in your life and you have much to proud of now it's time to decide what's next as you contemplat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you will get clear on your divine life purpose don't be distracted by unconventional thinking be the real you 这个是20号牌 你们会为你们的过去而觉得非常的骄傲 你们会用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审视你们过去的这些经历 过去的这个关系 或者说是过去的这个工作 过去的学业 你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你们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然后他们都能给你们提供一些新的帮助 就是为你们的未来注入一些不一样的动力 所以说我感觉你们是在走出这个隧道之后 在你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们能够发现一些 你们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真理 或者说你们突然灵光一现发现了一些什么 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会给你们很多就是未来的方向的一些选择啊 或者说是一些灵感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副牌 直接就出现了 Be your own first priority 其实刚才第二组也抽到这张牌 就是感觉你们会以自己的需求为先 不会在别人对你们有所需求 对你们有所要求的时候 首先去考虑别人 就是这种比较老好人的状态 我先去帮你委屈了我自己 你们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 你们会先考虑自己 以自己的需求为先 Forgive 而且你们会原谅之前的这个经历 这个原谅当然是以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就是说当你们已经在发生一些好的很正向的事情之后 你就不会再为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 或者过去所遭受的这些苦难而觉得委屈 或者说你们会有这种原谅 你们会终于和自己 或者说是过去的自己和解这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我过去当时那样做是有原因的 其实我不需要 不需要再为过去的那个自己 或者是过去的事情而为难自己 你们就看开了往前走了 嗯 Be your first priority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茶叶牌 看看都有会有什么事件呢 这张 Handshake A meeting with a stranger could be important 有一个陌生人 你们会跟一个陌生人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们这个见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可能这个陌生人给你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或者说是 嗯 假期 你看这个是你们的假期要出现了 你们会有一个这种放松身心灵的感觉 你们可能正处在假期当中 或者说你们即将迎来一个放松身心灵的一个假期 好 Time to get out of a situation 这个是你们绝对是要 你们现在正在陷入某一个局当中 或者说是你们现在正在某一个事情当中的话 你们会就是拖出 拖出这个situation 不会再陷于这个局当中了 Golden fish 黄金鱼 Increase immaterial wealth or spiritual growth 所以这张是收入会增加哦 我们看到鱼 还有看到这种鲸鱼 你们就知道 你们的这个material life 你们的这个事业啊 还有这种学业 这种比较接地气的down to earth的事情 会有一个新的进展 先看一下这个 A meeting with a strange 看看这个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牌 两张牌 好 这个陌生人 首先呢 他可能会提供给你们一个机会 如果这是个面试的对象啊 是一个你的面试官 他会给你这个提供给你这个工作的机会 让你去离开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处境 或者说是当前的一个困境 他可能不会很快 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到来 但是他是会 这个见面是比较重要的 嗯 他会在将来慢慢的帮助你走出一个困境 或者说帮助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帮助你去旅行都有可能 嗯 他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这个人是提供给你机会的啊 所以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再看你这个旅行 风筝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旅行牌呢 Queen of Caps 好有些朋友呢 就是想让自己的心情舒畅一点 就之前可能为别人付出太多 付出太久了很心累 所以需要一个就是这种疗愈自我 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旅行 嗯 他也可能是说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对象 他是一个这种非常 关心你非常能够提供给你帮助很温柔 嗯 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是一个新的人 那在你这个旅行当中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这个人给你的一个旅行的机会 都有可能啊 是一个非常care 非常careful person 然后呢 最后这个 这个是最后 这个是time to get out of the situation 是时候去突出重围 离开你们现在正在陷雨的这个局面了 当然是时候了 King of Pentacles 是一个跟金钱相关的 那又抽到这张人物牌 你们组抽到了非常多的人物牌 这个可以是人物 这也是人物 这个也是人物 这个人呢 有可能会帮助你 嗯 离开你的这个处境 这个是一个比较 嗯 思想比较成熟 比较这种老板型的人物 或者说是这种 在事业上能够给你非常多的建议的一个人 那这个旅 那这个旅 跟旅行相关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比较感情上给你非常多的关注关怀的人 但是这个帮助你离开这个situation 离开这个困境或者说离开你现在想要离开的这个 的这个场景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事业方面的辅助型 是一个帮助你走这个事业方面道路的一个人 嗯 看一下这个goldenfish 嗯 全部都是这个人物派 所以说你会遇到非常多的人 你们即将会有批量性的可能遇到一些新的人 或者说是有些你之前认识的一些人 嗯 显坏了 你之前认识的一些朋友 或者说是不知道从哪突然出现了一些人 就突然跳出来帮你 因为你们有这张就是好运啊 就是绝无伦 就是叫什么 怎么说 天大的好运 就是非常的幸运 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贵人来帮你 感情上照顾你 事业上帮你走出这个困境 这个又是一个 这是一个thoughtful 就是一个king of swords king of pentacles 全都是king和queen来帮助你 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很睿智的一个人 有可能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啊 可以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 嗯 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事业上的分手 golden fish 或者是给你钱 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 如何去赚钱 给你一些事业方面的建议 嗯 都有可能 好吧 非常多的贵人 就是突然出现了一堆的贵人来帮你走出困境 所以说你们即将对你们来说话 遇到的这些人都很重要 所以说尽量给大家都留下一些比较好的印象 在你遇见这个陌生人的时候 就是表现的比较友善一些 然后嗯 就是穿着打扮也注意一点 这样给人家都留下这个好的印象 这样大家才会来帮助你 是吧 好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第三组的一个占卜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